有話直說一分鐘 行政長官尼家超2月26日 在黎賓府設現款待此前副港參加 男子籃球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的 國家男子籃球隊 這個不僅是香港首次作為國家隊的比賽主場 亦是全面開放後首場有國家隊參與的賽事 政府應該將此次比賽化為重要契機 藉此打通香港與內地體育文化交流的渠道 邀請更多不同類別的國家隊來港比賽 或與本土運動員交流 並通過這種原實力的交會 實現香港與國家的共鳴 在宴會上 中聯辦副主任盧辛寧提到 香港賣入了有志及興的新階段 正在全力尋找包括打造 國家體育城市之都在內的更多興的動能 確實香港之興不僅僅僅局限於政治制度的 完善和經濟水平的提升 亦都應該重視體育文化事業的槍名 全面開放以來 香港在發揮背教祖國聯通世界 這個優勢上有了更加廣闊的平台 以及更為充沛的機遇 香港舉辦這一類賽事 不僅可以出進本地社會 對於國家體育行業的認知 亦都向國際社會展示國家實力 與政治經濟交流相比 體育文化方面的交流 其實更貼近市民 亦都以為普羅大眾所接受 以體育作為了解國家的窗口 更易看到香港與內地的共性 因此特區政府不僅要在正經方面 加強與內地的合作 亦都應該在體育文化方面 創造更加多的交流機會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